抗压机打开包装之后 这有个配电盒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给抗压机安装 这里有三个消音器的地方 需要装配套来的消音器 这个消音器直接就这样装上去 对准这个龙 三个消音器 消音器依次给它装蒜 这里还有一个 三个消音器装上之后 这里拆下来 把它这个 准备一个一字螺丝刀 这里 L1 L2 L3 接380伏 电源 需要6平方以上的铜线电缆 来安装 现在给你安装好了 连接了380伏电源 打开 打开自动 这里有一个开关 先轻轻的打开 看一下电机 运转方向 好 我们发现它的方向是正确的 好 我们开始运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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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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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力到达8公斤 会自动停止运转 马耳机会自动停止 当我们使用这个气源 然后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我们使用气源低于5公斤时 它又会自动补压到达8公斤 这控压机正常运转 初次运转时 运行一段时间 我们摸一下这个电机 你看 它是正常的温度不会花热 就证明 电压没有问题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